有台湾组头教父之称的陈寅柱 因涉及赌博 及跨国洗钱案 19日遭到检警大动作搜索 并被带回征讯 据了解 检警到他家时 他还一副老神在在说 怎么现在才来 等很久了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在嘉义经营电子油异常起家的陈寅柱 早年到大陆 靠网络运动签资付 20年前将事业转移到菲律宾 澳门等 投资博弈和休闲产业 晉升为国际级博弈大亨 近年来成功转型慈善商人 就是一个安心 人称创办人称营助 12年前 和妻子成立福天福慈善基金会 每年至少捐出千万座公益 去年更高达3200万 地方上都称他是好人大善人 他也认识不少艺人 传言曾迷恋某歌星而离婚 陈寅座的友人透露 他表白后 大方赞助政治人物 在政坛广结善缘 和蓝绿关系都很好 他曾卷入2012年总统大选 马英九的政治现金疑云案 他对道上兄弟也十分讲义气 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 不过他在台湾 曾卷入多起案件 1988年 他因屏东临边军火走私案被判刑 之后曾卷入职棒迁赌案 被判无罪 直到2006年 涉及台湾最大宗金额高达86亿的洗钱案 但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这次是否能全身而退 就得看检警手上有多少事证了 东新闻综合报导